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锐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安省伦敦市长遭皇家骑警起诉挪用公款 市长自称清牌拒不下台 九名丁顿市学生推特上发表言论攻击老师遭学校停学处罚 日本自民党郑刚建议修改和平宪法将自卫队升级为国防军 观众朋友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2号星期四 欢迎您指示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 我是高航来看详细的新闻内容 安省伦敦市市长方坦拿目前正面临诈骗等三项刑事指控 他在昨天自愿向皇家骑警自首 但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并表示不会因此而辞职 方坦拿目前面临5000加元以下诈骗 背信和使用假证件三项刑事指控 方家骑警称 这些指控于2005年方坦拿担任自由党内阁部长时 不正当使用公款的指控有关 方坦拿今天表示 已经从伦敦警政委员会辞职 但是会继续担任市长 他的律师也说 所有指控都是关于一笔金额仅为1700加元的款项 他将为他的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今年10月份 有报告发现一份公家抬头的支票 被用来支付2005年方坦拿儿子的婚礼费用 当时方坦拿是自由党国会议员和自由党劳工和房屋部长 2010年方坦拿当选伦敦市长 九名安省高中学生由于在社交网站 推特上发布针对老师的攻击性言论而遭到处分 事件引发了各界对网络言论自由的讨论 这些学生来自宾顿市的Saint Margaret Deville 他们昨天被Dufferin Peel地区天主教学校教育局 要求留在家中不得返校 教育局今天对媒体表示 其中两名学生受到了停学7天的处罚 并从他们言论攻击教师的课程当中除名 另有三名学生被停学2天 两名参与网上讨论的学生受到了警告 还有两人被要求写道歉信但无需停学 教育局代表称 这些学生在网上发表的言论 言辞当中带有性内容 可能已经构成了网络欺凌 校方目前表示 学生攻击教师的言论 严重程度已经需要警方介入 事件引发了人们对于何种网上言论才构成诽谤 以及学校是否有权监管学生上网活动的讨论 目前在美国已经有多宗 因为学生在网上发布不当言论 而被停学或是开除的先例 本国也有教育人员 因为目睹学生与校长争执后 在网上谩骂学生而被调查的案件 有部分学生则认为 学校无权干涉他们的网上活动 多伦多公校教育局 昨晚以17票反对5票赞成的结果 否定了一项具有争议的 出售学校操场的议案 按照该议案 多伦多公校教育局已出售 属下一百二十七间学校的操场 将外地所得的一亿加元收入 用于学校建筑物的修整 以及相关的项目 受递一旦试成 北约克 释迦堡 以及宜桃壁谷区的学校 将最受影响 这些学校的游乐场面积将会减半 省府早前因布满教育局 花费1100万加元 为Shutter Street进Parliament Street的 Nilson Mandela公立小学翻新 所以决定冻结所有学校建筑的拨款 据悉教育局现今积压的 羞冗学校经费缺口 高达30亿加元 吉那大美式足球大联盟 卡尔加里牛仔队和 多伦多淘金人队的比赛将于周日 在多市的罗扎市中心上演 牛仔队异地作战 球迷为了鼓动声势 可谓是费尽心机 然而今天他们却在多伦多碰了钉子 多伦多市中心皇家约克酒店 今天拒绝牛仔队与吉祥物 在酒店内游行 而在1948年 牛仔队夺得格雷杯之时 牛仔队球迷曾经做过同样的事 皇家约克酒店 今天将牛仔队球迷和吉祥物 一匹名为Marty的马 拦在了门外 任凭球迷和富有同情心的 多市市民如何请求 也没有任何松口的迹象 尽管如此热情的球迷们 还是在酒店门前 与安省出生的吉祥物Marty 合影留念 并带着他沿着University Avenue 去到了First Canadian Place 在那里Marty终于被允许进入大楼 还被邀请到大楼里的 蒙克利尔银行 由一名职员骑着走了一圈 加西方面的消息 卑诗省高贵哈拉公路 昨晚发生竖车连环相撞的事故 造成20多人受伤 幸运的是伤者的情况都不严重 事故牵涉两辆半挂拖车 一辆载有长者的巴士和三辆私家车 由于雪天路滑 昨晚6点半左右 几辆车在高贵哈拉公路 紧路附近路段相撞 警方表示一辆汽车因为打滑 偏出了车道引发了事故 当局起初出动了8辆救护车前往现场 并报告有5人严重受伤 但随后当局更正表示没有重伤员 所有伤员都被送到紧路的医院进行治疗 事故中载有35名长者的巴士 因为与半挂拖车撞在一起 困住了车中的乘客 当局不得不将巴士从中间打开 救出乘客 事故发生后公路至少一条北行线 封闭到今天早上才重新开放 根据皇家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 在今年第二季度 本国业主房屋负担能力略有升高 主要原因是借贷利率仍然维持不变 房价略降以及居民收入略增 调查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全国独立平房业主的支出 占税前收入的42% 比去年第三季度降低一个百分点 两层楼房更比去年降了1.2个百分点 至47.8% 市场依然较热的公寓呢 则降0.6个百分点至28% 在皇家银行的指标系统当中 业主的支出主要包括按揭 水电费用等支出以及物业税 加过消息过后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还有国际新闻 我们一会儿见 中国地域辽阔 人口众多 蕴含着无限的潜力和机遇 新财富融新闻性和教育性于一体 新财富为加国人士 介绍中国的致富机会 分布遍及多伦多 温哥环北京的明锐集团 会及加美中多国财税 金融及保险业专家 充分利用政策和契约 帮助家庭与企业保护财富 创造财富 转移财富 名以言至 锐以上德 明锐集团以专业诚信的服务 帮助客户实现持久的财务健康 随心所欲 尽在云端 海南航空 痛风跟饮食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种疼痛它持续的时间还比较长 有时候会持续一个礼拜 那么除了急性发作期 家里面有这个煲老火汤的习惯的 请举圈圈 没有的举茶茶 三二一 平时工作辛苦的时候 厉的时候呢 喜欢去煲些中药 他们两个的舌胎啊 都是偏白的 下巴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你回到11月22号的国语晚间新闻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日本下月大选 结果可能令中日关系继续恶化 有机会重掌政权的自民党 提出鹰派政纲 建议修改战后的和平宪法 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 以及在钓鱼岛常驻公务人员 日本国会众议院下月大选 民意显示 在野自民党很大机会会重夺政权 可能再次成为首相的总裁安倍晋三 公布竞选纲领 口号是修复日本在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主张 鉴于日本与中国及韩国有岛屿主权争议 要修改二次大战后的日本和平宪法 升格自卫队为国防军 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 和平宪法规定日本要放弃战争 不拥有宣战权及不维持武力 也就是说日本不可能拥有军队 只能称为自卫队 被视为右翼鹰派的安倍晋三 提出强硬的纲领 意味着自民党一旦上台 会突破有关限制 自卫队就会成为正式军队 同时它要大幅扩充军事的预算 加强海洋安全保障 完善领海警备等 分析指扩充军备实际上是进行载武装 集体自卫权 是指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受到攻击时 将其视为日本受到攻击 并可以对攻击国进行武力还击的权利 竞选高领还提出 为了重振令人自豪的日本 将会全面否定反省侵略战争的历史教育 即是美化侵略战争 刚领指出将继续加强海外宣传 否认日军抢争未安赴 分析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第一步 预料会招致中国和韩国等亚洲邻国的不满 另外竞选刚领特别提到钓鱼岛 只要强化控制 研究讨论在岛上常驻公务人员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协议 昨天下午实现停火 结束持续了八天的军事冲突 以巴双方公布停火协议 数以千计的民众上街庆祝 有人挥动主力斡旋的埃及国旗 不少人感谢武装组织哈马斯保卫家园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赞扬埃及促成停火 美国也致力推动地区和平进程 以色列同意停火协议生效后 24小时放宽加沙地带的封锁 停止追杀哈马斯领袖 哈马斯则承诺停止发射火箭炮 和在以色列境内策动袭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 与美国总统奥巴马搓身后 同意接受停火 但强调若对方违反协议 以色列会有更强烈的还击 分析指停火协议中 解除加沙封锁的条文并不清晰 哈马斯期望以色列 解放加沙地带全部边境 但是以色列有官员指 不会全数移除对加沙的封锁 双方随时可能再起冲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 落实停火协议可能面对挑战 促请以巴双方做出最大的克制 并恪守承诺 上周三 以色列炸死哈马斯属下 武装派系领袖贾巴里 揭开了以巴四年来最激烈冲突的序幕 八天内 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射超过 1400枚火箭炮 目标包括以色列最大的城市特拉维夫 以军也向加沙进行了1500多轮空袭 超过140名巴勒斯坦人 5名以色列人死亡 双方有1200多人受伤 法国前总统萨科奇 涉嫌非法收受法国女首富的政治现金 被传召出庭 以证人身份应讯 萨科奇涉嫌在2007年竞选总统时 非法收受法国女首富欧莱雅集团继承人 贝当古的政治现金 萨科奇否认指控 法院要求他到波尔多出庭应讯 司法界消息指 萨科奇可能会被起诉 贝当古的前会计指出 曾经将15万欧元现金 交给萨科奇竞选团队的人员 超出法力定名个人政治捐献 不能高于4600欧元的规定 有指贝当古试图以政治现金 换取巨额税务的减免 但也有指年近90岁的贝当古 2006年开始身体转差 可能不完全清楚自己的行为 萨科奇就利用贝当古的作点来牟利 萨科奇在今年大选当中落败后 不再享有总统司法豁免权 他在巴黎的住所和办公室 7月时遭警方搜查 他同时面对多宗官司 包括在任期间挪用国家资金 940万欧元进行有利自己的民意调查等 虽然官非缠身 法国媒体报道指 萨科奇有意在2017年再角逐总统宝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